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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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游凌 开始 我是Anissa 一年多集就会记录一下 我人生第一次踏足南美洲版块 去秘魯这个国家旅行 去南美洲虽然没在香港出发那么远 但在北美出发也不近 在多伦多出发 先坐7个小时飞机去哥伦比 转3小时飞机 便会到秘魯首都尼玛 在看之前未订阅的 你记住帮我按Subscribe 现在已经到达秘魯的尼玛了 真的长途拔舌 很久没有坐那么久的飞机 而且我们已经波折 大家都知道多伦多的机场 永远都会有事发生 中间我们转机有狂奔 所以所有东西都没有拍到 我们刚刚来到秘魯 第一天我们就会留在尼玛 我们刚刚check in 早上的10点多 还没有房间 我们洗过面之后 放下了行李 我们现在就出去了 第一件事我们去了唱钱 不过以我们的经验 我觉得Cuzco的汇率 会比在尼玛好的 如果你来的话 可能可以考虑一下 分开唱 有钱之后 第一件事就去医饱国土 哇 好像很豪华 我这间餐厅 我上网看 它是极多人推介的 好热啊 它刚刚真的立刻笑 哇 它也好吸引啊 哇 很好吃啊 好热啊 哇 很好吃啊 哇 很好吃啊 好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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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噴烟啊 它这个菜单上呢 是说开心果味的Tiramisu 好热啊 我没想过它来到是这样的 还要打开出烟啊 还要打开出烟啊 嗯 很好吃啊 它下面是一些 开心果融的 哇 挺好吃的 吃完呢 就出发去景点看看 在秘鲁艾Uber的消费 其实也很便宜的 最便宜可能两三元美金 最贵也是十几元美金 通常人来Lima 就分开两个区域 一个就是旧城区这边 另一个就是海滨区那边 因为我们今天 实际是一天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过来这边 但我们临走回加拿大之前 其实还会有一天在Lima 那时候我们就会去海边那边 我觉得这个位置 有点像澳门的地方 大家猜不到 可以了 已经经历了一晚没睡觉 又没有换衣 又很累 我觉得不是很适合来这里打卡 因为这里很漂亮 我觉得应该是要拍个妆 更换衣服才好过来 我们现在好像去了欧洲 对 我们瞬间坐在这里 好像在欧洲的广场 很舒服啊 这里真的 你会看到一些小朋友在那里 跑跑跳跳 有些人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 然后有一杯咖啡 今天是平日 为什么这么有空 难道大家都是游客 这个要30元进去看这个教堂 我就觉得还好 我不是特别喜欢看教堂的人 我们就打算去一个特别 就是里面有人的 骷髅骨头的教堂 都是这里附近的 我们刚刚走完出来 里面是不可以拍摄 不可以拍摄的 这个入场费是20元 然后它还要包一个tour 是可以听英文的 我觉得很值得 我觉得大家应该 如果来这边的话 应该要去看 是很好看的 看到很多人骨 还有很多古老的书 那些骨排得很整齊 很震撼 然后它的地下室是 我们两个矮一点 躺下头就走到 但是有些外国人 跟我们一个tour 很难才能经过 整个人要蹲下 才能经过到那些门 而且那图书馆也很漂亮 好像哈利波特 他说那些书写的文字 现在已经没什么人懂得看 就算你懂西班牙文 那些都是一些老的西班牙文 他们都不会看得明白 但我觉得真的很漂亮 还有这个就是教坊的正门 可以走进去 里面也是不可以拍摄的 不过它现在每一天都会开放给信众进去 刚刚的tour 其实是有进到内部的上面 一个位置是被人唱quire的那些 都可以看到的 因为五月的秘魯就开始冬天了 很早就天黑 晚上的旧城区都挺热闹的 而且比我想象中都安全的 终于回到酒店了 我们已经24小时 多过24小时没有睡过在床上了 就是这样一眼就看完了 不过我们在这里逗留的时间是极短的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之后 就会出去吃晚餐 回来就会洗澡睡觉 第二天我们7点就会离开这里 我们就会搭飞机去Cuzco 我们今晚就来了吃日本东西 因为来之前有很多人跟我说 其实秘魯是以前很多日本人移民 日本东西通常都是好吃的 我就在Hugo找了一家 在酒店附近但都可以的 所以我们打算试一下 因为这家是连锁的 又不可以说很好吃 不过都可以了 躲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这个旅行里 只是一个中转站 所以我们现在又要乘搭飞机了 现在在门口准备登机 但就要吃药 因为来之前 其实我们去了家庭医生 拿了一些高山症的药 虽然Cuzco不是很高 三千多米 但在这个旅行里 我们去到彩虹山 其实有五千多米 所以就拿好高山症的药 由这家开始 每天就吃两次 每次就吃半粒 讲开拿高山症的药 就讲起来打针 虽然我们今次 最后没有去到亚马逊森林 但我们也打了黄热针 当你和家庭医生 拿了Pescription之后 你就可以去药房打针 但要注意的是 不是每一间药房都可以打的 我们也问了几间不同的药房 最便宜是200多元 最贵是400多元 也有 离开了Lima之后 那一星期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想知道我在秘鲁 还有什么精彩的行程 之后几集就不要错过了 记住订阅我的频道 不过这一集 我们也是讲回在Lima 有什么要看 转饭间 我们又回到Lima 我们会在这里 多住三天 然后就结束我们今次秘鲁之旅 这一间是我们最后一间住的酒店 也是我们整个旅程中最便宜的一间酒店 是不用$50美金一晚的 Lima真的有很多很好吃的西餐厅 还有几间世界排名头50的餐厅 都是在秘鲁的Lima 不过来到这里 50元就可以搞定两个人了 来之前真的没想过 秘鲁的东西也挺好吃的 然后我们就去了海滨区 那里也挺有趣的 滑浪的 在这个海滨里 看着风景 虽然今天不是很好 但也很漂亮 重点是大家看看后面的豪宅 超棒的 我看着这个海景 我也很想有一间 可以看到无敌大海景的房子 路经一间海边的cafe 但他现在暂时没有位 不过我收获了这个秘鲁的粉丝 他问我youtube频道是什么 我们交换了有第一个秘鲁人的followers 他们就是我在秘鲁的粉丝 很开心 好搞笑 他看到我们拿着相机在这儿拍东西 然后就问你是不是拍youtube 然后我对啊 这是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他们英文不太好 我的西班牙文是极差 我只能跟他们说到 我们是香港来的 我们住在加拿大 来贝鲁多少天啊 去到什么地方啊 然后他们就说 我可以在他的频道上 其实真的很好玩 我觉得 如果我的西班牙文再好一点的话 我在中南美洲的旅行 会更加开心 今天天气不太好天 如果是好天的话 其实我是愿意给钱去玩滑翔山 真是可惜啊 今天的宵夜呢 就去了文多奴 作为一个要融入地位的地方 看看这个地方性的指标 消费呢 我们就叫了这一堆东西 我想说点餐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因为这里是没有像加拿大那些点餐的机器 我们叫了两个餐 一个是Big Mac 另一个是贝铁包 然后呢 它有一个像香港的脆香鸡翼 因为太久没吃过了 想着试试和香港是否一样的 然后叫了一个好像麥提沙的麥蒜 猜一下多少钱 全部加上 那就是大概25元左右加币 也挺划算的 平时在加拿大有刀才会买的 先试试它的鸡 它这个辣酱 是不是脆香鸡翼的酱呢 不是我的黄色 是鸡全形 嗯 是像香港脆香鸡翼的 很开心啊 加拿大是没有脆香鸡翼吃的 我们在秘鲁首都Lima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一集就会到海拔3400米的印加帝国首都Cuzco 这座古城 而这座古城也是抵达Machu Picchu之前 最重要的前哨站 最后记得帮我赞,订阅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